海带和紫菜等食物,其所具有的含点量往往是比较高的。 众所周知,点可以作为甲状腺合成的原料,因而对于临床上存在有甲状疾病的患者而言,一般应当要结合集体的实际情况,是能减少一些含点高的食物的服用。 很多人会担心的是,究竟甲状腺结结的患者在生活中,可以吃海带和紫菜吗? 首先,要明确的是,甲状腺结结与甲状疾病是两回事。 如果人们只是存在有甲状腺结结疾病,而没有病发甲状,此时还是可以选择吃海产品的。 甚至对于临床上一些单纯性甲状腺种的患者,医生可能还会建议其事单多吃点海产品,以缓解其病情的发展。 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是那些还伴有条本甲状腺结盐存在的患者,此时则应当要自觉现点。 患者们虽然可以多多尝试加点盐,但是对于海带、紫菜和海鲜等,则应当要尽量减少摄入。 如果只是一般的甲状腺结疾患者,此时则大客正常进行饮食,只是注意不要尝试以及大量确实海带、盒子、菜等海产品就好了。 一般建议,甲状腺结疾的患者,在日常的饮食上,应当要以高热量、高蛋白、食量脂肪和脑炎摄出为基本原则。 对于一些希腊刺激性的佐料食物,则应当要自觉减少摄入,尽可能选择一些易于消化且赋予营养的食物。 注意要自觉避免高点的食物,尽可能不吸烟和喝酒。 有条件的话,在日常的生活中,还应当要自觉做到,每天坚持半个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,以及一步提高其极体心肺的耐力。 尽可能杜绝熬夜这一不良习惯,最好是能够按时睡眠,以保证自身较为充足的睡眠时间,从而更好辅助其疾病的。 事实上,甲状腺结结并不是什么罕见疾病,研究发现,该疾病在中年女性身上较为多件。 在临床上,根据甲状腺结结疾病类型的不同,可以将其分为良性及恶性两大类。 其中良性结结占到了绝大多数。 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人们在临床上,怀疑患者的疾病为恶性结结,那么此时则应当要结合集体的实际情况,尽快进行手术的。 以免最终出现甲状腺功能抗筋的症状,给患者肌体带致更多不利影响。 由此看来,即使是甲状腺结结的患者,此时也不是绝对不能食用害产品。 只要注意把握好食用的量,坚持科学的意识,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出现的。 擅长、甲状腺癌、食管癌、肺癌等各种良恶性肿瘤的手术、化疗、放疗及癌症治痛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